哇 看着年糯的感觉 油滋滋肥糯糯 我发现我冰箱还有一个大肉粽子 我给它煮了 好香哦 我还煮了一个年糕鱼饼 准备开饭喽 哈 大家好 我是小神 咱们开吃 来一口 可以说是无敌香 我发现这个肉粽子还是拿那个水煮一下 它会更软糯 用锅蒸的话容易蒸干了 小泡菜 它那块肉 晶莹剔透的在下面招手 这还有一颗咸蛋黄 应该是两颗 用嘴接住 有点停不下来啊 那咸蛋黄就是那种粉粉沙沙的 不知不觉来到了最后一口 好好吃哦 尝尝我这个鱼饼年糕 它是这种年糕条 就这种长长的香面条似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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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放了牛奶 还是鸡饼饼好吃 鸡饼吃 比ivid担饼饼啊 皮皮弹弹的那鱼饼 一口精华不能就这么没了 我妈先给我买了番茄酱 就是有点小啊 我自己买了蛋黄酱 升滑了 果然还是不能缺酱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 我想弄点别的吃的 咚咚 哒哒哒哒哒魔法口袋变变变 变出了一个自明面包 空气炸锅给它整了一下 果然面包是我的本命 很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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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吃了 很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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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脆 很酷 很酷 这个就是那个桃鲤子里面包 加热一下真的很绝 最幸福的一口 软软糯糯 酥酥香香 每次里吃面包 我结果就开胃了 虽然有些意犹未尽 但是没有了 我还要买那个自鲤面包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拿那个空气炸锅 加热一下那个自鲤面包 真的很好吃 好了 那就让我们说再见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记得订阅点赞评论收藏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